加油 救你哦 平常呢 我们在槟城呢 吃了好多好多的小食 不是说小食不好吃 但是每天吃都会很闷嘛 那今天呢 我要去槟城唯一的 一百名一家 就是唯一的一家 东欧的餐馆 就是宝贾令的餐馆 话说我已经到了 这个地方 好饿哦 我已经有提早预定了八点钟 因为这家呢 常常会客饭 所以一定要提早预定 免得吃爱国 就会有说到 保加利亚是在哪里呢 这里就是欧洲 然后希腊在这里 土耳其在这里 保加利亚住在这里 没有人 网上是说很好吃 但是没有人 都还忘记 还蛮不错的哦 酸酸 有点甜甜的 好像 地一样的食物终于上爆了 沙拉 沙拉 然后配跟这个 然后这个上面一条一条白白的是 Pepa cheese 姐姐说它的面包还要吃 很脆 但是呢 里面包什么 起司 这一餐吃的肯定卡路里超飘 然后我每天要跑多 跑多一个小时 哈哈哈 嗯 那还很好吃 这个 哇 这个是 猪脚 哒哒 香喷喷的这个猪排骨 哇 好重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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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 好重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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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拍过照 哇 好重哦 好重哦 哦 哈哈 突然间好清爽的感觉 由于呢 保加利亚是受到福尔期 还有这个希腊的影响 所以呢 他们的材料 还面包都是香料 所以很多东西呢 你会闻它都很香 他们用那个香料 不管是排骨 或者是猪脚都好 他们会把它烤得很香 你看上去 好像觉得它会很不很油 但是其实不会 它的猪肉是那种很嫩 很酥软 然后很肥嫩肥嫩的那种 但是它的肥 不是脂肪的肥 而是它那种 加热的蛋白 真的好吃 刚才 我进来的时候 还被嚇到一跳 没有人 我还担心它 差点了 不好吃 不是哦 蛮好吃的 而且这间店是保加利亚 人一家人一家 经营的这一间店 开了有八年了 他们是全家一人不来的 不是像我们在外面吃的 韩国餐 日本餐 都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自己做的料理 这间真的是纯正的保加利亚 经营的一家店 怎么样啊 Kandra 并且是不是有很多 好吃的东西呢 是不是现在就想买鸡票 飞来冰城 就要带你去吃东西呢 哈哈 哈哈 甚至那enas 粉丝 你们 consci营的 真 execut detectors 相对 看自己的 什么 差别 知道 都是 冤枪